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礼拜五晚上的聚会 请我们一起来末导 阿们 奉主耶稣的圣诞 我们开始晚上的聚会 我们来唱诗 四百四十二首 感谢主耶稣经过六日劳碌的做工 在太阳下山我们就进入安息日的安息 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 让他的话能够光照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 愿大家平安 我们最近读经进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跟前面三卷的福音书有不同的地方 好像马太跟路加都有提到主耶稣的家谱 来证明主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 但是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用不同的方法来描写主耶稣的来源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次提到真这一个字 那我们就来想约翰福音里面真的事情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 请读 这个地方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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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语第一章第一节 请读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这个道成肉身 肉身就是带有血肉的人 所以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 在主耶稣还没有成为人之前 祂是道 祂又是神 我们现在看第一章 约恩福音第一章 怎么来介绍它 第一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 这个第八节在讲 施取约翰不是那光 施取约翰来为光做见证 那那个光是什么 就是第九节 那个光就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 就是光照在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自己自我介绍 我就是世界的光 要讲这一句话实在是不简单 我们会告诉人 我告诉你 哪里有光 但是没有一个人讲过 我就是世界的光 那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已经两千年了 这一本圣经还是继续一直在印 还是有很多的人在读 因为圣经所讲的话是神的话 所以这个真光就是主耶稣本身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真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好 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好 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 好 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 好 约翰八章十二节 这里主耶稣说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跟从神 我们就会走在黑暗里面 所以有没有认识主耶稣 就会决定我们的一生是活在光明里面 还是活在黑暗里面 这个对我们来看 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说 他的前途很光明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 他的前途实在是黑暗里面 但是从信仰上来看 不认识耶稣 我们在生活就是在黑暗里面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但是如果认识了主耶稣 活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就活在光明里面 这是最大的福气 这是最大的福气 那主耶稣是世界的光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就得着生命的光 那我们来看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 请读 主耶稣出来传道里 圣经说 他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大概是主耶稣700年前的一个先知 神就感动他写出主耶稣救主来临的一些事情 那经过700年以后 照着神的预言实现了 所以当主耶稣到西伯伦 拿佛大利去传福音 圣经说 坐在黑暗的百姓 有大光 坐在死印的人 有光照着他们 每一个人 最后人生的终点就是死亡 那死亡就是进入黑暗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 一生活到最后要进入黑暗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 人生没有办法乐观 那这个死亡好像阴影 我们走到哪里 阴影就跟到哪里 但是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 有大光 要照 要在死印有光的人 也就是因为主耶稣传福音 死亡就不再存在 因为他来把人的罪 因为他来把人的罪解除了 所以罪的结果死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真光 是生命的光 会救我们脱离死亡阴影的垄灶 所以真光 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来接受这个真光 我们来看 愿福音第三章 愿福音第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好 真的讲真光 然的一节 来到世界 世界上人就有两种反应 所以二十节 作恶的变恨光 因为恐怕他的行为作责备 因此当一个人开始信主耶稣生活 开始改变以前的那些朋友 一个一个离开 因为当一个人开始改变他改变的生活 会成为定他过去那些活在罪里面朋友的一个标准 所以每一次跟这些信主耶稣的人就觉得活在罪里面 因此朋友就走光了 所以二十一节 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 所以一个人如果很想要向善做一个义人 他看到这个大光烧药 他就非常的高兴 一直去追求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他的改变 很多新的朋友就靠进来了 那一些想要就近光就变成朋友了 所以主耶稣是生命的光 是真光 我们现在看愿福音十二章 我们现在看愿福音十二章 愿福音十二章 三十五节 三十六节 这里讲要正着有光信从这个光 让我们称为光明 之子 这里前面一节讲 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你就不知道往何处去 所以在主耶稣的光里面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最后要回到父那里去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我们活着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没有活在主耶稣这个真光里面 我们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 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们的人生更不知道活着要做什么 我们就迷失在黑暗里面了 那生命没有比这个更可怜 所以得到真光 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 愿福音第一章 好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 好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 这个地方讲 真理 恩典跟真理由耶稣基督来的 主耶稣基督来的真理 主耶稣基督带来真理 这个非常的宝贵 我们想想看 我们在这个世代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 接触了好多的资讯 但是我们仔细讲 这些资讯里面能够增加我们生活的智慧到底有多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资讯很多 但是智慧很少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神的话 诗篇里面说 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就是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适用 直到永远 就是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适用 这个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的价值 超越世界上一切的潮流 一切的学说 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世代 都有一套的理论 一套的潮流 非常的流行 然后这个思想观念 过了几年又过去了 新的又来 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 有时候我们一直想 在这个改变的世界 怎么去找到一个不会改变的 那个不会改变 就是主耶稣 所以圣经说 主耶稣 昨天 今天 明天 永远一样 真理是从祂来的 那真理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先来看约恩福音第八章 Let us turn to John chapter 8 好 约恩福音第八章的 三十二节 John chapter 8 verse 32 好 请读 John chapter 8 verse 32 And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这个地方讲 你们要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这个犹太人听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了解 33节说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 你怎么说 让我们得自由 真的 我们活在美国 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甚至在疫情当中 戴口罩保护我们 很多人也因为自由 他不愿意做 所以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享受很大的自由 34节怎么讲 34节讲 凡是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It says whoever commits sin is a slave of sin 英文叫 slave 奴仆 就是被他控制的 A slave means someone who is controlled by another 我们现在在美国世界 你就真的看到很多人被罪所控制 罪是一种权势 是一种权势 会控制人 Sin is a power that can control a person 所以借着坏的习惯 坏的个性 在控制人 好像赌博 好像赌博 for example gambling 醉酒 or drunkenness 或者说色情的网站 or pornography 暴力 or violence or violence or violence or hatred 这个都是罪啊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不好的 但是不好的 脱不掉 所以就变成罪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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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讲的话 我们就要去做 我们就要从罪得到自由 so if we do according to the words spoken by the Lord Jesus then we can be made free 主耶稣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来受洗 我们就可以从罪里面被救出来 主耶稣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祷告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从罪的捆绑中得到自由 then we also receive freedom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不是很想犯罪不能犯罪 而是连犯罪的意念有时候都消失了 so then it becomes not just that we do not sin even though we want to but that we don't even have the desire to sin anymore 这个是真治理 this is true freedom 那主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 and when the love of God fills our hearts 恨就解消了 then hatred will be resolved so we看到我们所恨的那些人 倒过来会觉得他很可怜 and then we will feel very pitiful we will feel pity for the people who we used to hate 好像主耶稣从十字架看那定他的人很可怜 just as the Lord Jesus looked on those who were crucified with him that they were pitiful 主耶稣没有被恨所控制 that they were controlled by sin 所以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 so the truth will make us free 因此人如果觉得生活被罪捆绑 应该要来找主耶稣 so if we feel that we are bonded by sin then we need to come and find the Lord Jesus 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 and the truth will set us free 好 我们先来回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14 好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John chapter 14 第六节 verse 6 约翰十四章第六节 John chapter 14 verse 6 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这里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Jesus said that he i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主耶稣是一条路 Jesus is the way 这一条路要带我们回到哪里去 What is the destination of this way? 带我们回到父那里去 这个父就是天上的神 所以主耶稣是唯一一条路 Jesus is the only way 所以圣经来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那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回到父那里去 去见到父,与父永远同在 那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的道路 How can the Lord Jesus be our way? 下面说我就是真理 He says he is the truth 所以我们照着主耶稣的话 我们就是走在这一条回到父那一条路上 So if we do according to his words then we are walking in the way towards the Father 所以真理非常重要 耶稣就是真理 So the truth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Lord Jesus is the truth 我们现在看约恩福音14章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14 16节更是7节 Verses 16 and 17 John 14 16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That he may abide with you forever 17 The spirit of truth Whom the world cannot receive Because it neither sees him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For he dwell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这里主耶稣说 真理的圣灵要降下来给我们 Here it says the spirit of truth will be given to us 这个表示如果我们追求真理得到真理 圣灵会跟着降下来 This means that if we pursue the truth If we receive the truth Then the spirit of truth will come to us 这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This is a miraculous experience 所以很多的朋友到教会里面来查考道理 跪下去祷告就得到圣灵 That's why many friends who come to the church And believe in the gospel Neil down and pray and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世界上没有一个理论哲学学说 只有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可以领受神的理 There is no other teaching or doctrine or philosophy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 study and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只有我们在追求真理 祂会赐给我们圣灵 Only when we pursue the Holy Spirit Will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 所以我们借着圣灵 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清楚 更加深入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allow us to have deeper and closer understanding of God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真理 大部分的信徒都可以得到圣灵 So in the true church when we receive the truth Then we will receive the most members will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识真理 需要祈求圣灵 This also teaches us that if we want to know the truth We also need to pursue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来 照教会听道理 就觉得这个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因为我们所有接触的知识都是世界上 因为我们所有接触的知识都是世界上 他说也看不见的 They are unseen 那怎么去了解呢 And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m 就是祈求圣灵 祂会帮助我们来认识真理 It is through praying for the Holy Spirit Who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那得到圣灵以后 听道理比较容易明白 自己看圣经也比较容易明白 And after we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Then it will be easier for us to listen to sermons Or to read the Bible 好 我们现在看愿福音十七章 Now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17 好 愿福音十七章 John 17 十七节跟十八节 Verses 17 and 18 John 17,17 Sanctify them by your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18 As you sent me into the world I also have sent them into the world 十九节 19 And for their sakes I sanctify myself That they also may be sanctified by the truth 在前面几节 主耶稣有讲 祂的门徒不属世界 In the preceding verses Jesus says That His disciples are not of the world 因为是主用宝血 把他们从世界救出来 Because the Lord has used His blood to purchase them from the world 但是不要离开世界 But they are not to depart the world 他还是要住在世界里面 They are to still live in the world 能够在世界做炎做光 to b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來引导人认识神 And to guide people to know God 但是我们不属世界 活在世界里面 很容易被世界同化 But if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And yet we live in the world It is easy for us to become assimilated by the world 好像一个人穿白衣服 到一个脏的地方 很容易白衣变脏了 Just as a person who wears white garments and goes into a dirty place Their white garments can easily be soiled 但是诗基节讲 真理要让你成圣 But verse 17 says The truth will sanctify you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来聚会 So every week we gather for worship 我们听神的话 And we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这些神的话进到我们内心 就能够把我们都世界的熟 世俗的这样把它洗干净 And as we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God cleanses us of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因此我们思想神的话 追求神的话 会觉得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喜乐 And as we hear more and more of the word of God It will cause us to be more filled with joy and peace 因为真理让我们成圣 使我们跟神越来越亲近 Because the truth will sanctify us so that we can draw closer to God 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真理 确实是非常宝贵 So it is so precious for the Lord Jesus to bring the truth to us 我们现在再来看 约翰福音 Let us continue studying John 17章 Chapter 17 约翰福音是七章第三节 John Chapter 17 Verse 3 And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 这个地方讲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有时候我们常常想 如果永生在地上 你要吗 Sometimes we wonder If there was eternal life in this world Would you want it? 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要 Maybe not one of us would dare take that 你如果看看到养老院去 到一百岁的人 大部分都躺在床上 If you go to a senior home Then you will see those who are approaching their 100th year and they're mostly lying down 永生就是这样永远活着 是没有一个人要的 And if eternal life is to live in this way eternally Then no one would want that 但是如果永生是在天国 But if eternal life is in heaven 心里没有想过 是眼睛没有看过的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never thought before Or your eyes have never seen before 因为它太好了你想不出来 Because it is so wonderful that you cannot imagine 那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得永生 And if we can have eternal life in such a place 大家都要 Then all would want it 那这个永生从哪里来 So where does that kind of eternal life come from?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In verse 3 To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神自有一个 There is only one God 創造宇宙万物的神 The God who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我们要认识这个独一的神 We need to know this one true God 除了这个独一的神 其他的都不是真的神 Aside from the one true God There are no other gods 那如果不是真的神 当然就是假的 There are no true gods And so they are all false gods 那认识独一真神加上 认识耶稣基督 Knowing the one true God Means to know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就得到永生 And in this way we can have eternal life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敬拜独一真神 认识主耶稣 最后就是永生 So today we come to the church To worship and to know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one true God And in this way we can have eternal life 这个是人生最宝贵的一个目标 This is the most precious destination we have in our lives 就是得永生 Which is to receive eternal life 所以主耶稣来这个世界 So the Lord Jesus came into this world 祂带给我们真光 He brought to us true light 祂也带给我们真理 He also brought to us the truth 祂更给我们拜到真神 He allowed us to worship the true God 最后我们将要得到永生 So in the end we can have eternal life 祂是道路 He is the way 祂要带我们回到父那里去 He wants to bring us back to the Father 永远与祂同在 to be with Him forever 这是真实的 This is true 唱首 Now let us sing a hymn 396首 396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敬拜真神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worship the true God We also pursue the truth 我们要怎么来拜这一位神呢 我们来看一节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23节 约翰4章23节 约翰4章23 这个地方讲真正敗父的 为什么要加一个真正拜父的 因为下面有两个条件 如果缺乏这两个条件 就不是真的在拜神 如果要真正拜真神 要需要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用心灵 第二个要用诚实 这样我们就是真正在拜神 神是一个灵 所以神看人的心 因此我们要拜神 要从心来拜祂 第一个要相信祂 相信祂的话 相信祂的应许 我们跟神的关系 从信心开始建立的 第二个要把神跟人的障碍拿掉 那个就是罪 所以真正拜神的人 是常常自我反省 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不曾悔改过 很可能我们不是真的在拜神 神是圣洁的 我们越靠近神 越看到自己的不义 不义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 第三个要专心 把所有一切事情都放在一旁 这个叫做真正拜神 用心灵来拜祂 那祷告就是拜神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 所以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 跪在神面前 来向祂感谢赞美祈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pray together